这个不到食品里的房间里,囚禁着一对可怜的母子,妈妈被困了整整七年,儿子更惨,自出生起就压根没离开过这个房间,如今男孩已经五岁了,在他眼里,这个小房间就是全世界,而他的出生源自一个丑陋的真相。 七年前,妈妈还是个十七岁的花季少女,被一个变态绑到了这里,然后囚禁了整整七年,第二年他有了身孕,第三年生下小男孩,从此,这座囚笼里多了一个人,他们靠着变态送来的食物维持生活, 为了防止他们逃跑,捡到一类的尖锐物品统统没收,所以男孩的头发像女孩子一样长,每天晚上,妈妈会把男孩关进衣柜,因为随着恐怖的门铃声响起,预示着变态会来这里过夜,他们尝试过对着窗外大吊,希望有人能听到,可惜从没有人出现过,尽管生活如此悲哀,妈妈依旧尽力照顾孩子,会陪孩子锻炼身体,教他读书写字,也会在男孩生日这天做一个蛋糕,虽然没有蜡烛,却维持着生活中仅有的仪式感, 为了保护孩子幼小的心灵,他没有把真相告诉孩子,尽力为他打造一个完美的童话世界,可这天变态带来的食物少了很多,甚至连孩子所需的维生素都没了,原来变态已经失业半年,他快没钱了,更没心思去管一个可有可无的儿子有没有维生素吃,深夜,孩子悄悄地从衣柜里出来,走到床边看着变态,没想到变态突然醒了,妈妈不想让这个肮脏的变态碰儿子, 但他现在只是个弱女子,还没有蜕变成惊奇队长,被变态掐得险些窒息,最后变态生气地走了,但为了惩罚妈妈的反抗,他把房间里的暖气断了,没有暖气的房间冷得令人窒息,难道就这样冻死吗? 此时,女人脑海里想到一个逃跑计划,他把真相告诉了儿子,说外面的世界很大,大到不可想象,没想到男孩听了没有惊讶,反而很生气,他不相信什么外面的世界,因为他从没见过,长久以来的世界观被打碎,是个人都会难以接受,但他毕竟是个孩子,哭过一场,开始慢慢接受妈妈的话,妈妈很欣慰,准备实施逃跑计划,他决定让男孩装病,妈妈用开水泡过的毛巾敷在男孩脸上,男孩被烫得满脸通红, 然后把手指扣进自己的喉咙,呕吐在床上,然后嘱咐男孩,出去后记得把求救纸条递给路人,晚上,变态来了,妈妈说因为没暖气,孩子生病了,变态来摸了摸孩子脑门,果然很烫,但他不愿意带男孩出去,只说去给他买些药就离开了,没想到变态如此绝情,连自己的亲骨肉也不在乎,妈妈彻夜难眠,他绝望了,好在第二天他又想到一个办法,让孩子装死,他把孩子卷进地毯里,一遍遍地教导他如何装死, 等变态把他带出去再找机会逃跑,变态推开门,妈妈立即扑在地毯上哭诉,孩子病情加重,离世了,变态很吃惊,想看看自己的孩子,妈妈一把打掉他的手,咒骂他杀了孩子,休想再碰他一下,变态有些心虚,答应会找个好地方安葬孩子,临走前,妈妈和孩子对视了一眼,接下来只能靠他自己了,男孩第一次离开房间,想起妈妈的话,他奋力挣脱地毯,瞬间就惊呆了,原来妈妈说的都是真的,天空广阔到没有边界, 他好奇地观察着周围,突然,车子停了下来,他正准备跳下去,巨大的声响被变态发现,他赶紧停下车抓人,男孩趁机跳下去,拼命逃跑,不小心被路人撞倒在地,变态迅速把他抓住,路人赶紧道歉,变态理都不理,想强行带走男孩,路人察觉到不对,大喊我要报警了,变态一听,扔下孩子就走,警察来的时候男孩害怕得不敢说话,这一天发生的事对他的冲击太大了,警察温柔地问他, 你妈妈呢?听到妈妈,男孩终于有了反应,他断断续续地说出一些信息,警察立马有了判断,迅速召集人手围住三个可疑地点,时隔七年,妈妈终于踏出了那个可怕的房间,他第一时间跟向了孩子,但走出房间后,生活真的那么简单吗? 男孩在医院里醒来,以为来到了另一个星球,他不敢和任何人说话,只会跟妈妈小声而已,他们回到外婆家,但妈妈看起来没有很开心,所有的一切都变了,父母因为他的失踪而离婚,以前的朋友也早就断了联系,脱离社会这么多年,他再也不是曾经那个少女,好在纪外公是个很温柔的人,他发现男孩在偷偷观察他,于是开始自言自语,假装自己很需要陪伴, 单纯的男孩忍不住跟了上去,气外公故作惊喜地跟男孩打招呼,并且给他泡了碗超好吃的麦片,在美食的诱惑下,男孩终于开口说话了,但妈妈的情况却越来越糟,他开始变得暴躁异怒,男孩在他旁边玩手机,他会闲吵,粗暴地把他赶出去,母亲想要安抚他,他却把被绑架的责任全推到母亲身上, 因为需要钱打官司,他们参加了一个媒体采访,妈妈打扮得很漂亮,可是采访刚开始,主持人就接连提出敏感话题,你以后会告诉孩子的爸爸是谁吗?你想过自杀吗?而最致命的问题是,你为什么不让变态把孩子送走? 这段采访深深刺痛了妈妈的心,他陷入了巨大的愧疚中,最终他选择了服药自杀 好在抢救及时,妈妈没有生命危险,但他被送去接受心理治疗了,男孩被迫跟妈妈分开,他开始学着坚强,一个人吃饭,一个人玩耍,主动让外婆帮他剪掉头发,他曾经认为头发是他的堡垒, 但现在,他想把头发送给妈妈,这时男孩突然说了一句 又过了几天,妈妈出院回家,他看到男孩跟朋友一起玩耍,欣慰地笑了,好在电影的结局是治愈的 后来,母子二人回到那个小房间,男孩突然发现,之前他觉得很大的房间原来这么小,现在的他已经打破了心理的牢笼 他挥手告别了这个小房间,也告别了那段不堪的过往